有很多时候,我们无形中造成皮肤变成敏感 有五大点你需要注意 第一,避免使用特效力的洁面霜 选择温和能够保护皮肤天然油脂的洁面霜 第二,不要使用刺激性的去角质霜 那,可以尝试我们家的生物酵素去角质霜 因为它助于软化及去除死细胞 而且有效滋润及保湿皮肤 第三,使用保湿或滋润霜 因为皮肤水分充足,才能够有效降低 即避免皮肤受刺激而造成的敏感 第四,防晒步骤不能少 以确保皮肤免受UVA和UVB的伤害 第五,喜欢热水沐浴吗? 那一刻你会觉得很好 但是温度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和敏感 希望大家更了解护肤的重要性 请关注我,以获取更多的护肤技巧